我们先敬礼传承主事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世大包华王卡玛巴 敬礼图登达尔吉上师 我们敬礼弹成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观世音菩萨 坎龙桑马 师母 丹正甲座 徒登实地 徒登卡玛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大家好 新早感恩 Sawadika 爱してる 爱してる 幸运 幸运 オラミコ ケケロムチョ スゴイ 一番 気持ち チュウミ ヤビ プリンプリン コマワ 安 这个 万世音菩萨 这个以前有一句话讲 就是 家家观音 妇妇弥陀 也就是说 这个观世音菩萨 所度化的众生 是最多的 我们也知道 大明六日真言 几乎每一个藏人 都念大明六日真言 差不多整个西藏 都是他的道场 就是 十倍观音的道场 因为他千百亿化身 他有很多的观世音菩萨 你到了日本 这个京都 就是京都 三十三间 里面的观世音菩萨 就让你数不完 在高王观世音经里面提到的四个观音 念到最后的时候 念到最后的时候 是大明观世音 还有高明观世音 另外呢 开明观世音 观明观世音 这四个观音 很多人都找不到 这四个观音从哪里来 你到了京都 你到了那个京都 京都 三十三间 里面就有这四个观音 其他地方你找不到 他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我们也知道 这个南浙江菩萨山 那是南海观世音 所以现在呢 南海是谁的 这个 这个就是 这个是现在 大家正在争南海 南海 南海观世音 有没有 有一个叫南海观世音 他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我们不能讲 我们不能讲这个 这个国家跟国家的 之间的事情 就是有一个笑话 南海观世音 是中国的 不然观世音菩萨住哪里 就有一个南海观世音 那东海 当然一定也是中国的 因为东海龙王住哪里 但是这只是一个话题而已 其实观世音菩萨哪里都有 它是千百亿化身的观世音菩萨 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他什么都可以做得到 可以讲是 这个无能胜 无能胜 没有 这个菩萨 胜过他的 所有的人 他所度化的众生 也是最多 有人讲说观世音菩萨 他是这个现你生的相 其实他是因为慈悲 才现出你相 到了这个佛性至显的时候 佛性根本没有南你相 你看维摩结晶就知道了 这三花天理 他可以变成这个你生的相 他也可以变成男生的相 佛性没有南你之相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 他因为慈悲 他所以才显现你生的相 他没有南你之相 我们等一下会谈到 这个上花天理 另外还谈到 唯摩结的 这个花门 他的花门 唯摩结的花门 是不二花门 不二花门呢 也就是一 一就是结对 所以没有相对 所以没有相对 是绝对 等一下会告诉大家 先讲一个笑话吧 有一天呢 两个兄弟在睡觉 弟弟弟对哥哥讲 今天蚊子好多 这个哥哥就讲 把灯关了 蚊子就看不到我们 后来这个弟弟真的把灯关了 突然间有一双 萤火虫飞了进来 弟弟很紧张 讲 惨啊 闻着提着灯笼来找我们 这是一个笑话 这是一般来讲 华人 华人他听得懂的笑话 下班了 别太拼命 否则你会跟叶飞一样 叶飞啊 国温客的老师问 叶飞是怎么死的 小民不加思索的举手答 老师我知道 他是史上第一位过劳死的 老师说 为什么呢 小民讲 因为叶飞是被勤快害死的 太勤劳 太勤快 他真的是被勤快害死的 这只有董华语的才是 这还是 这个 这种笑话 这个笑话 是笑一位总统 上帝缺少舞伴 就把 迈克杰克斯 带走 他缺少舞伴 迈克杰克斯 上帝缺少演员 就把张国龙带走 上帝缺少保镖 就把李小龙带走 上帝缺少歌手 就把邓丽君带走 上帝缺少手机 就把账华华 就把账博斯带走 上帝缺少了师机 就把保罗 华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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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 是吗 巴洛沃克 他是司机吗 喜欢玩塞车 喜欢玩塞车 就把他带走 上帝啊 你有没有切总统呢 他可以陪你慢跑 跟游泳 吃谁啊 满酒 这是台湾的笑话吧 满酒现在在梅兰腔了 谁笑话有人听得懂 有人听不懂 现在讲一个比较重要的 马来西亚莲花一冲问 师尊在定中之定 讲到修禅定也有三四道 一文中有一句话是 在真谛实相面前 因果是不存在的 这句话很重要 大家不要误解说没有因果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成佛也有成佛之因 那你成了佛 就是得到了果 这因果 是有因果是有因果 是有因果 不是没有因果 但是这句话 在真谛实相 因果是不存在 这个就必须要解释的 这位问的人 马来西亚莲花一冲问的 师尊的意思是 成佛以后就没有因果吗 佛是圆满觉性 不生不灭 自然没有因果 请师尊开示 阿弥陀佛 我告诉你 不是没有因果 是有因果 但为什么讲因果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这样子讲 我告诉你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因就等于果 果也等于是因 要这样子讲 是因呀 是因呀 是不二 因跟果 本来是对立的 有因才有果 有果才有因 是融合起来的 所以才讲 因果是不存在的 那就是不灭因果 这个听起来好像很迷腐啊 例如三世因果 三世在维摩节经里面讲 三世是不存在的 过去 现在 未来 这叫三继一如 十一 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它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的也会变成过去啊 现在一下子 只要是 现在是九点 九点二十五分 你到了十点半的时候啊 我们都不存在了 因为我讲的不存在 不是 我们都丁丁了 都是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我们就善了 知道吗 现在 就会变成过去了 我们不会在同样的人 聚在这里啊 坐同样的位置啊 已经过去了 未来呢 也不能讲说 未来还没有到 因为未来也会变成现在 现在呢 也会变成过去 所以这个叫做三继一如 所以我跟你讲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因果是没有的 你说两样 错了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啊 因为因会变成果 果也会变成因 所以我讲 因果是不存在的 但是这也是不媚因果啊 因就是果啊 果就是因啊 哪里有因果 没有因果啊 这是文字上的墙边 文字上墙边 《云摩接经》里面 等一下就会跟你提到 因就是果啊 果就是因啊 那是不媚因果 那何必提因果两字呢 就讲因因 果果 这是一样吗 是因跟果 是一样的东西 这个叫做一如 等一下《维摩接经》里面都会提到 你说摩吗 摩就是佛啊 佛就是摩啊 这两个是不分的 大家就会很难解释 摩就是摩 佛 佛哪里是佛 佛就是佛 摩就是摩 没有这回事 摩也就是佛 这太深了 这个你们可能听不太懂 太深了 摩就是摩 为什么是佛呢 我告诉你啊 摩也是佛化的 他来是在考验众生的 其实他是深 佛经里面常常提到 摩也是深地的菩萨 是很高的菩萨 所以 所以我想 这个因果是不存在的 因为因就是果嘛 果就是因嘛 是一啊 维摩结经讲的 就是不二法门 什么是不二法门 维摩结专门讲 一 没有讲到二 就是等一下讲 维摩结经就知道了 我跟大家解释 因果是一 而不是一个因 一个果 因就是果啊 果会变成因 因又会变成果 果又变成因 这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才叫做 不灭因果 而不是没有因果 这样听得懂吗 我是强辩了 金刚经也是这样子讲的 金刚经讲 过去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那你得的是什么 就不可得心啊 不可得心啊 就是现在 就是过去 现在 未来是一如的 没有什么三世 没有三世 我们的 我们的佛性 也是一如的 佛性也是一如的 这个太深了 他问的深 我答的也深 那 什么叫三世道呢 三世道 有的人希望 在人间 很富有 像这个 圣观音 第一富豪华 他是求的 就是现世 我现世就要变成富豪 或者未来世 也不是说未来世 将来会变得更好 这是圣观音 第一富豪华 第一富豪华 这个一般来讲 在有的世界里面 你懂的佛法 就是到三季一如 过去 现在 未来 是一如 横偏十方 空间是无止境 就是横偏十方 十方就是 好像是说 东南西北 然后再加上 中间的 就变成八方 再加上上方 下方 就是十方 也就是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所以因果 也是一如的 只能这样子 跟你讲了 其他要讲 跟文摩姐姐讲 一群朋友 去唱歌 到了包厢之后 朋友们 各种 就唱各种的歌 有的秀这个 广东话 有的唱 韩国的 哥里亚的歌 有的唱英文歌 有的唱日本歌 这时候 他拿了麦克风 唱了一曲 大悲咒 我唱完之后 大家都很安静 是不是我唱得太好听 大悲咒 大悲咒也是歌 大悲咒 我们讲这个 维摩节经 而是维摩节 与舍利佛 维摩节大事 他跟舍利佛 尊者讲 这个善花天理 他曾经供养过 九十二亿佛 九十二亿 他供养过 九十二亿佛 也就是 侍奉过 九十二亿的佛 他的能力 神通的能力 神通游戏 所有菩萨的神通 不可思议的神通 他都会的 他的这个 行宴已经具足 也就是说 他的所做的 跟他的宴地 已全部都得到了 他得到的 无声法忍 住不退转地 就是八地的菩萨 八地的菩萨 是不动地 只有八七地的菩萨 还会退转 这个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七地是 眼形地 八地 是不动地 因为你得到的 无声法忍 你才不会退转 以本愿故 随意能献 教化众生 他的艳力 他是可以显现 任何一种形象 然后去 救度众生的 八地 八地 为什么是 这个 无声法忍 为什么是 不动地 因为到 不动地的意思 就是讲说 到了 第八地的菩萨 他不会退转 不会退转 叫做不动 就在 这个地 属于不退转地 叫不动 他不会再 动摇自己的道性 得到的是 无声法忍 什么叫无声法忍 无声这两个字很重要 刚刚我讲 一般来讲 在禅宗里面最高的 从初祖开始 一直到六祖 以后就分成 一发开五夜 就是变成五个钟 一发开五夜 变成五个钟 从初祖一直到六祖 从达蒙祖师 一直到六祖会 他们都是讲无声 禅宗最主要是无声 无声是什么样子 是没有我 无声跟无我 差不多的 像现在 那个所谓的无声 金刚经里面有讲到 你说 卢师尊有说法吗 他说 这个 释迦摩尼有讲 卢师尊没有说法 这个就是对的 如果 说卢师尊有说法 那就是 是谤佛 毁谤如来 怎么回事 明明卢师尊坐在这里说法 他说他没有说法 那是无声 你都没有出声 你还说什么法 你就不会退转了 正到你自己本身都无声 你当然没有说法 也没有做过什么事 那个是 佛的境界 无声 无声法人 就是 第八地 不退转的地 叫不动地 这个都是讲的 都是很深的 刚刚讲了 因果是一 到了无声的时候 生死是一 没有生也没有死 你证悟了 你根本就不生不死 不生不灭 那就是无我 我都不存在了 哪有说法 正到了无声 你就剩下佛性 什么都没有 这个佛法太深了 讲了 大家也听不太懂 有的时候想一想 真的 今天讲的都是很深的东西 现在才开始讲 不二话 这就是属于第八品 佛道品 第八 这个时候 文之师利菩萨 文之师利菩萨 跟文某节是相等的 两个人的那个 都是佛 一个是荣种 上尊王佛 一个是 金树 金树佛 金树如来 文之师利菩萨 问维摩节大事 菩萨迎合通达佛道 这菩萨 是如何去通达 如何到达佛的境界 菩萨如何到达佛的境界 什么原因 菩萨可以到达佛的境界 这时候 维摩节就讲 这个都是太深的东西 你如果出来的 你绝对听不懂 这个是太深 若菩萨行以非道 是为通达佛道 什么意思 菩萨如果行以非道 非道 这菩萨所做的事情 不是成佛的事情 不是佛道 不是佛道 他做的事情 不是佛道的事情 这个就是通达佛道 怎么这样子讲 这不是矛盾吗 就是刚才我讲的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我们人 刚到这沙伯世界来的时候 哪一个人就是到了佛道 都是做了很多的事 很多的不好的事情 然后忏悔了 就才渐渐变成佛道的 没有一出生就是佛道的 一定是乱七八糟做了一场 到时候你听到佛法的时候 才说忏悔 忏悔以后就渐渐走上佛道 哪一个人出生就是佛的 不是 我到二十六岁 到了二十六岁 得到这个 这瑶族金母 等于菩萨 大菩萨 他给你开了天眼以后 才了解 才了解这个 在二十六岁以前 所行的都是灰道 但是灰道就是通往佛道的 通往佛道的 所以到这里有没有 是百分之百的 善人有没有 你自己认为 我这一生通通没有做错事 有没有 请棘手 如果有的话请棘手 这是出生就是圣贤 圣人 你出生就是孔子 不会吧 都经过很多的谋念 从灰道走到佛道 所以现在呢 你所有的菩萨 都是从灰道走到 走到佛道的 没有一个出生就是 就是菩萨的 没有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啊 在舞厅跳舞啊 但是我在舞厅跳舞 是飞道 但是我也度了 这舞厅的很多舞女啊 而且现在也度了 那个 他们也 也有几个人出家 联衣法师 是那时候舞厅的那个 夜团的 有没有 他是舞厅在昼夜的 他是吹 我记得他在吹那个黑笛 听得懂吗 他在吹黑笛 他是舞厅里面 那个 昼夜的 团队当中的一员 也度了他 他现在也出家 他也是从灰道走到 我也是从灰道 走到佛道的 我年轻的时候啊 二十岁我就在舞厅里面混的 我懂得很多那个 很多舞啊 很多舞的音乐啊 我都懂了 但是那个联衣法师是 台内的联衣法师啊 他你记得吗 你们认识吗 他就在舞厅里面 的业队当中的一员 他也跟着我出家 我出家他也跟着我 他也是从灰道走到 这个佛道的 他妹妹也是出家人 现在也是走到正佛中来 他妹妹 上回有来啊 你认得吗 年轻法师 年轻法师 对啊 对啊 所以那时候跟着我出家的好几个 一个咪咪也出家 一个秀秀也出家 一个飞飞也出家 哇 好多出家的 跟我跳过舞的舞女也都出家 看肚里有不少人 都从飞道走到 走到佛道的 这就是通达佛道 他当初的时候是走在飞道上面 但是最后终于通达佛道 文字师 理菩萨又问了 为什么菩萨行以飞道呢 这个维摩节就讲了 若菩萨行无五间而无脑 这个字怎么念 脑会 菩萨如果堕落到五五间 就是最苦的第一 五五间 其中有一个就是 其中有一个第一 是苦是没有间断的 像我们人来讲 我们身体有病 它是有间断性的 这时候你会痛得很厉害 一下子你又不痛了 一下子又痛了 这是有间断 有间断的痛 但是在无间地义里面 是没有间断的痛 那是最苦的第一 任何一秒 你都在苦 这是时无间 时间没有间断 是第一当中 里面最苦的第一 如果菩萨 到了无间地义 也不会感觉到 环绕 跟他的本身 也没有什么罪过 但是到了无间地义 这个就是通达活道 你看 维墨基讲这个是什么话 如果不做错事情 怎么会到无间地义呢 到了无间地义 他等于也没有感觉到什么苦恼 也没有做错什么 这个维墨基讲的话 简直是几乎是矛盾的 但是这个就是一如 而是不恶 他到无间地义 也是一样的 没有环绕去度众生 这个就是菩萨 至于地义 无诸最后 他就是在地义里面 他也不犯什么 什么错误 也不犯什么错误 到了地义 也不犯什么错误的 这是佛道了 至于畜生 无有无名交迈 他就是到了畜生道 他们也是有智慧的 不会像 不会像那个人无名 我们畜生就是无名 无名就是说 颠倒 颠倒 很多事情都颠倒 自私 那个斗争 这些都没有 完全没有 没有无名 也没有骄傲 也没有傲慢 到了出生道 没有这些过失 到了恶鬼道 他到了恶鬼道 也是度化那些恶鬼 而且记足了所有的功德 这讲的都太深了 这个菩萨如果到了色界 跟无色界 跟无色界 不以为圣 菩萨就是到了 我们讲的三界 就是欲界 色界跟无色界 佛教的三界 就是欲界 色界 无色界 不以为圣 不以为到了那里 就是最高的点 还在继续的在修行 在做功德 这样听得懂吗 不以为说 我已经到了一界最高天 到了色界最高天 就是色旧近天 也就是偏近天 我们这里有这个欲界的 欲界的 大自在天 是西瓦 西瓦是大自在天 那个 大凰天 就是色界第一天 大凰天王 布拉玛 西瓦 布拉玛 维斯弩 维斯弩 维斯弩是 色旧近天 色旧近天 这是偏近天 色界最高天 还有色界第一天 欲界最高天 这是西瓦 布拉玛 跟维斯弩 维斯弩 维斯弩的坐骑是 Garuda 西瓦的坐骑是 大白牛 大白牛 布拉玛 是天 天鹅 这是印度教的三大神 印度教的三大神 到了色界天 到了无色界天 也不以为 这个就是到了最高顶 而在继续的 在行在活道上面 继续的做功德 事行贪欲 而离珠染 他表 菩萨表现得 好像很贪欲 很贪心 有贪心 但是他又是很清净的 贪心也是清净 这就是一如 不二法门 贪心 他行一贪到 也是清净的 这是很难解释 维梦就讲的是什么玩意 事行贪欲 离珠染 你表现得非常的贪心 但是呢 你又是离开被污染的 就是清净的 这一点怎么讲呢 好了 我就讲我自己吧 我表现得很贪欲 表现得 事行贪欲 离珠染着 我是不被污染的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因为我把那个贪欲 就转化成为佛法 我上回不是讲过了吗 卢世尊 他好像很贪 很贪欲 但事实上 表现 好像是说 我表现得很贪心 贪 表现得很贪心 但事实上 我没有被污染 而且是清净的 怎么回事 因为你在做贪心的事情的时候 贪欲的时候 你的心是在 虚空之中 你没有被 你这个贪心 手污染 听得懂吗 还是不懂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 你还讲 你还讲 说法做什么 事实上我能够做得到 我不被污染 不会被意念污染 我不会被那个欲热所污染 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我在舞厅跳舞 这个联衣法师 为什么会来跟着我出家 他说 卢书尊跟舞女跳舞 是有间隔距离的 电灯按下来的 我是不跳的 电灯亮的时候 我才跳舞的 我是真的是在跳舞 但是我没有被污染所污染 我只能够这样子讲 因为讲得太深了 我是所有男生当中 我从年轻的时候 修了密法以后 就完全没有漏诗的 我跟着师父写 就是不漏一点 一点一滴的名点 奇怪 你怎么能够做得到 因为那时候我把我的心 记在这个 悉空中的本尊那里 我那时候显现我就是本尊 我心不在这个欲望贪欲里面 是在行贪欲的事情 而把心寄托在 亲近的本尊那里 跟本尊合一的那种现象 这个才能够解释得通 我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是怎么回事 但是事实上我跟着师父修法 我写到这个无漏法 无漏法是怎么回事 你不贪于那一种欲乐 但是你在行那一种欲乐的事情 但是你不贪于那一种欲乐 你的心跟本尊是合一的 跟你自己的本尊是合一的 这样稍微清楚一点 我都讲不通啊 我都是讲不通了 我能够这样子 世间上一万个人都找不到了 都没有办法找得到 在表现上 我是很追求欲望的 是有色心的 但是没有被污染啊 我那时候跟本尊在一起啊 本尊在念佛我也在念佛 本尊在念经我也在念经啊 奇怪了 你怎么可以做得到 这行以非道 就是佛道 我的行为是非道 但是我的心是佛道 就是以亲近的心在做这个欲望的事情 这就是这样子 我只能跟大家解释这样子 像刚刚开始学的时候啊 也是在做欲望的事情 但是呢 你是在修法 是在修佛法 所以我以前常常说法 就讲 财 你喜欢财 但是你把财变成 你爱钱 把它变成修法 就是财身法 你好色 行为上是好色 你把它变成佛法 就是双身法 密教里面叫双身法 双身的佛法 最后呢 你喜欢民 你把这个喜欢这个民啊 变成敬爱法 修敬爱法 你会得到大名 像古鲁古列佛母 他是敬爱本尊 你会得到大名 这个就是把财道 变成佛道 这样听得懂吗 文章姐讲的 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讲的 真的 也就是讲说 你在最痛苦的 无间地义里面 那你本身也没有恼目 不会 没有恼目 在地义里面 你也是亲近的 你没有什么罪过 没有被污染 在地义里面 也是一样 没有什么罪 在畜生道 你没有无名 也没有傲慢 你是有智慧的 在畜生道 也是有智慧的 在恶鬼道 你也做了很多的功德 积极了无数的功德 在社界 无社界 也不认为 这个是属于最高的点 是行贪欺 基因 李诸乱 刚刚我已经讲了 你在舞厅 但是呢 你是真正在跳舞 而不是被舞女所污染 你在行贪欲 其实你的心跟本尊一样的亲近 你把心记在本尊的心上面 就是这样子 维末节就是这样子 表面看起来你就是很贪色 但事实上你的心跟本尊的心是合一的 你是在修法 那种法叫双生法 在密教才有 那如果在选教就犯了戒例 就犯了戒例 就是这样 大家听得懂吗 慢慢就可以 大家就可以听得懂 所以维末就讲 非道就是佛道 本来是不通的 非道哪里是佛道 一个是南 一个是北 一个是东 一个是西 怎么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里面讲的 魔就是佛 佛就是 佛就是魔 是一如 没有恶如 我告诉你 恶就是善 善就是恶 善恶一如 我来告诉你 生就是死 死就是生 生死一如 所以刚刚回答 那个 因果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哪有什么气氛因果的 刚刚的问题 我是这样子 跟大家讲 他会看到的 你非常的愤怒 对那个人非常的愤怒 但是你心里 是这样子的 你也是以慈悲的心愤怒 所以这个 这里的那个金刚 五大金刚 像大威德金刚 这喜金刚 像这个 喜金刚 圣热金刚 圣热金刚 喜金刚 这个 十人金刚 都是愤怒相 每一尊都是愤怒相 他愤怒是在表面上愤怒 内心是慈悲众生 表面上 他很生气 很愤怒 但是其实是在 教化众生 是慈悲他 才愤怒相 这些愤怒相 这个都是 但是 但是他的 全部都是智慈 全部都是智慧 他用 表面上看起来 很疑传 但是呢 他是以最高的智慧 调众生的心 你不要看那个 我们地址当中的 有一个不太说话 那是 曾宏 曾宏 曾宏的表面上 他不太会讲话 讲得好像很幼稚 幼稚的话 讲话的声音也是好像 很幼稚 没有什么智慧 谁知道啊 他是最有智慧的 曾宏表面上 他是好像看起来 讲话像小孩子一样 就觉得 怎么搞的 他好像没有智慧 事实上 他是最有智慧的 他的内在 他的内在 从来没有被污染过的 是最纯净的 是最有智慧的 大家都把他看成 他没有智慧 其实他是最有智慧的 他比这个卢世尊 还要聪明得多 他把自己藏起来 最有智慧的 不一样 事行余知 而已只会调无其心 事情艰贪 而舍内外所 有不惜生命 他看起来是非常贪心的一个人 但是真正他要做的事情 他可以把自己的身体 跟生命 共献给所有的众生 他看起来很贪心 都是很自私自利的 但是事实上 他可以牺牲自己的身体 跟生命去供养众生 事行毁尽 而安住境界 他表面上看起来 他是患了戒的 患了很多的戒 在佛教来讲 戒力很深 他患了很多的戒力 但是 他是完全没有患戒的 奇怪了 患了戒 为什么讲没有 没有 这个好像是说 都是清净的 这是我刚才所讲的 贪财 但是你是在修财神法 你贪色 但是你在修双生法 你贪明 你是在修 咕鲁咕雷佛门法 看起来 你是患了戒的 这些都是患戒的 贪就是戒 贪本身 你修行人 你贪什么 他看起来都是患戒的 但是他修的是清净的佛法 行的 他的心是境界 清净的 没有患戒 这个实在是太难讲 这个现在 大概只有 卢树森 稍微 稍微可以讲 我也不敢讲说 自己是对 表面上 你看起来都是做错事情 但事实上 你做的就是用 都是清净的 但是你们将来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去辅人 你自己有没有清净 你自己知道 你不能讲说 我现在听了如实真的法以后我可以符咒 非为 我乱七八糟乱做 然后讲 我是清净的 不可以这样子 你是要讲 佛经里面常常讲 佛说的 就是清净的语言 是真实语 是真正的语言 是不二的语言 绝对的语言 清净的语言 不要讲老实话 要讲实话实说 你有没有清净 你自己心里知道 如是真不谈走遗忘 因为我很知足 我告诉大家 我真的是很知足 知足够了 一切都够了 这知足也是很重要 知道满足 知足 所以什么 贪也不会 这个生气也不会 都为众生想 不为自己想 所以慈悲喜舍 慈 慈 慈给人快乐 悲 就是拔除人的痛苦 喜 就是欢喜 就是欢喜的去做 这些布施的工作 舍 就是连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时间 还有没有说 这个是要 这个可以 我可以布施 这个我不布施 我没有分别 同样 对每一个人 同样的恭敬 没有验证 没有说我埋怨哪一个人 没有喜欢哪一个人 都是平等 平等的施舍 平等的布施 这就是慈悲喜舍 我们讲到 事行悔 禁 而安住禁戒 好像是 做的事情都是破戒 犯了戒律的 事实上 他是完全亲近的 守着戒律的 只能够 跟大家这样子讲 这样听得懂吗 但是大家要讲真实语 你要讲真实语 不能讲骗话 不能讲骗人 你骗人的话 到处拿时尊 拿这个经典来讲 去骗人 我现在是 跟你做亲近的事情 阿嬷 其实你真正的是贪意 你就不可以讲 你是亲近的 所以文宝记讲的就是 一如没有二 很难做得到 难做得到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吧 我们来帮忙的 我们来说 我们好帮忙的 我们来自行的 我们来自行的 我们去看 我们来自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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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里面